这个话的重点会摆在 所谓的字典 字典的形态跟资料库处理 那后面的话就会放在所谓的 就是处理下网络的资料 像CSV档 Json的话其实就是对应到今天要讲的字典 因为网络上 那来的一些资料 像CSV对应到一种List就可以了 OK 所以也就是如果今天 人家给你什么东西 你要能够去把它见招拆招 OK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很麻烦 很多东西给你的 你要用人工的方式来处理 那永远处理不完 那再来就是去下载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 资料 包括就我刚刚讲的那像YouTube上面的清单 或者是说Yahoo上面的一些新闻 好了 等等的诸如此类的 那也许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先看第06 06 开放资料 然后开放资料 我再来去抓网络的网络上面的资料 包含什么呢 那我去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嘛 那不过当然第一个还是要装那个BeautifulShip 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些 可能就是基本的HTML的那个 跟CSS原基础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这边有两个超连结 你也许可以去看一下HTML基础 然后如果你不想买书的话 这边就教你什么什么叫做HTML OK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0604的这个单元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还蛮推荐的 W3S Schuor W3S Schuor 不过它是连到那个什么大陆的版本 我看是不是因为疫情太严重了吗 还是说不要点CM 看W3Score 或者你们可以找一下 之前应该OK W3你就打那个Score 这边有 但是它基本上有一个是中文的 这个是英文的版本 W3Score 里面全部都有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希望对网页上爬虫的相关技术了解之前 我是建议你稍微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网页的架构 因为你要去抓它 你不了解它 那你怎么抓 你根本看不懂 所以有很多人想要学爬虫之前 他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那真的就很麻烦 当然如果你有点基础 你再来学习 恐怕会比较OK一点 那这边的话应该是一个 这个OK 还是说应该多了一个超连结 我是这个连结 多这个什么 多了这个 这个吗?是不是? CT 没有啊,它变不过,它轻易转 真的好,我贴上去看 对,OK 那我把它重新贴 套用一下 就这个啦 这个是,其实它把W3Score 把它翻译成中文的 OK 如果你不习惯看英文 那不然你就看中文吧 只是说因为它简体的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 点TW,如果你把这个点TW 会不会有 我不知道 OK 没有,OK 那显然就没有人把它翻译成 繁体中文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 很多东西都需要知道 但是问题是太多需要知道了 那有些东西基本至少 最重要先掌握吧 那如果暂时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以后陆陆续再花点时间 把这个当什么 当参考书 或者参考的网页 参考的资料 需要的时候呢 再去了解一下 就各个急迫 所以现在这些技术 感觉好像永远学不完的一天 不过 至少你慢慢增加 慢慢了解 你会发现好像 离你真的需要知道知识 好像越来越接近 OK 大概这样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就是在云端白板里面的第六个单元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 我们首先就是接着来看第五个单元 有关 就是用字典 所以我刚刚有讲到用字典的部分 来抓取学生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在哪里 我们夹在这里 在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38页 OK 那里面大概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第一个 LEN这个前面跟LIS蛮像的 CLEAR是清楚 COPY的话 把里面要做复制等等的 或者是抓里面的词 那假设今天我们要实际上 用一个范例来了解字典的话 首先的第一个 我大概取个例子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第一个 首先一样 请各位建一个新的module 那module的名称的话 也许叫什么 叫用字典输入乘机 那比如说字典输入乘机的话 其实这个逻辑跟之前那个LIS还蛮像的 OK 那但是有哪些不一样 比如说98分 多这个东西 之前只有输入乘机 有没有 但是没办法输入姓名 那字典的话 顾名思义 它就是变成两栏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两个LIS OK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特别之于 它关键的地方key key 特别之于 key 特别有个概念是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unique unique就是什么 就是唯一的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输入了像这个 姓名当成是他的key的话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输入一个AAA 你下一次再输入一个AAA的话 那就重复了 那重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 就跟你身份制造 绝对不可能跟别人重复一样的道理 那如果说呢 你在输入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的名字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会产生任何错误讯息 可是呢基本上 它也不会帮你输入进去 所以特别之于 Python它有点容错 你输入比如AAA已经输入过 它下一次再输入 它就帮你跳过了 掠过了 也就是它不会输入一样的资料 但是List的话呢 它没有这个特性 List的话呢 你输入AAA 下一次再输AAA 它还是照样帮你输入进去 所以特别之于 字典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不会有重复资料 不会有重复的key OK 所以Enter 那第二个人的名 第二个就是 比如说就是BBB好了 那第三个的话也许就是在随便输入一个 那里就是CCC 那我希望怎么样 Enter最后一样 在成绩录按负一的时候 跟之前那个逻输 然后可以做什么 帮我算一下 里面有几个学生 然后那总分平均是多少 最高分是谁 类似像一样 只是说我们背后运行的形态是用字典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就会多一个清单 谁的成绩 之前的话 如果你用list的话 那麻烦 list你可能要用两个list 一个list一 一个list二 也是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 如果你有重复资料 那list就没办法帮你剔除 可是字典会帮你剔除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另外的话 一样用LEN 可以算出几个学生 然后总分平均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像之前我们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其实在list还蛮麻烦 要用index 可是如果说你用字典的话 你就把key跟value 把那个人的key抓出来 那就知道是谁 所以特别注意这一题 请各位试一下 因为这个跟前面的list有点像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部分 拿来秀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关键的地方来了 第一个的话 哪里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学习 你就抓不一样 一样部分就不用讲了 第一个的话 这个list之前是中国阿虎 你会发现 字典的形态 那就是把它改成大瓜 大概就是这地方不一样 第二个的话 total这个一样 total是总分 然后inscode 我们预设也是0 这跟前面 只是多一个叫in name in name的话是什么 就是它的名字 所以字典里面多一个名字 那一样 画有email 这个跟前面一样 所以其实这一题有点是我把之前那个list直接贴上来改的 ok 有没有 所以也许你可以拿之前我们用list写过的 然后如果假设我们希望请各位把之前的那一题拿来做修改的话 那你可以把那一题直接拿来改就可以了 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这个都一样 ok 当他如果是负义的话就break 不过我之前是写的else 当然逻辑 那最关键的地方来的 之前的list是append的 但是字典的话 它不是append 它是 这个是in name是名字 把名字当成它的key 后面的话就当成value 所以特别是有关键的这个地方 特别是有 这个有点像放资料 就跟那个list append 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说呢 它后面是放value 前面是放key 哪一个字典 它的key是放什么 ok 所以特别的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输入AAA的话 那它就会先把AAA放在第一个AAA 然后呢后面就放什么98分 那这样的话呢 在字典里面的第一个资料 它就是放AAA 然后它中间就加一个分号 然后呢就放98分 一直被推 ok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逐一的把那个 资料带出来的话 我后面就讲就是你可以用list 这边最后处理 我还是习惯把它再转成list 所以要把他的list抓出来的话 你可以用ditional 点key 然后用list转型 丢到他的list key 这个是我们自己取的一个变数名称 然后这边后面就一个scope 把资料丢过来 然后再做处理 得到最后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吧 这个我先注决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太清楚 到底它里面产生什么东西 其实你也可以把最后先做到这边 然后把这个先print 然后讲过来 有时候你可以分两阶段做 第一阶段就是先了解一下 ok 比如说我刚刚98分 然后AAA 然后这个是85分 随便 输入几个成绩 大概 测一下这个 比如说这个CCC 那最后的话是-1跳龙 那它最后呢 放在串列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呢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结构就长这样子 ok 所以你会发现空的 那当你放的时候放进去 key 这个就key value就是这个 中间的话它帮你加一个 应该是冒号的 跟着一下 中间加一个冒号 就是哪一个key 冒号哪一个value 然后痘点哪一个key 加哪一个value 有没有 那实际上呢 它跟那个list有点像 只是说呢 它可以放两个资料 ok 外面的话是用大瓜糊来把它夹起来 ok 那当然呢 那后面呢 我们为了要把它的key 分别跟value 就是它的姓名跟成绩要分开来 那我用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这两行 就是分别怎么样 把它的key 这一行意思说呢 分别把AA 跟BBB 跟CCC 有没有 就把这三个放在这个list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得到的就是风瓜糊 有没有 然后里面就放AA 痘点 放BBB 放CCC 然后呢 那这个 点values的话呢 就是把什么98分 85分 85分 分别放 所以这边的话等于是把它切开 那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主要 还是用list比较好处理 所以我的习惯还是把它切开来 然后后面再做后续的处理 所以这个底下的部分 应该各位比较看得懂 因为这个前面也有做过 那只是说我把这个的成绩 把它分别print出来 得到最高分最低分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这个程式的话呢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上面的第39页部分 如果说你要做了 你也可以试试看 把之前的list 我记得好像我们list的这个范例 不要最上面 我记得是拿这个来改吧 修改逻辑的 应该是修改逻辑之后的这一个 然后呢 把它做改写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一个 至少了解一下 串列跟字典之间的差异 初始值 一个是中刮虎 一个是大刮虎 那list是用append 就放资料 但是字典的话呢 就是透过什么 透过 key跟value 前面是放key 中刮虎放key 后面给它value 那如果你将来要来处理的话 我的习惯是把它分成key跟value 分开来处理 试一下 好 好